我相信你都听过很多赚钱方式 无论是打字赚钱、视频赚钱、广告赚钱、做研究测试赚钱 有很多不同的赚钱方式 但今天我介绍的都不是这些方法 因为这些都是一些快速可以令你赚钱的方式 但我今天并不是想介绍这些 我今天想介绍几种的 是真的可以令你永久变成你的职业 可以令你变成一个主收入从而 可以改善你的5-5商店的一些事业 在外国已经非常多人透过它 变成了Millionaires 以及可以令自己可以充足自己的时间 去做自己喜欢的一些事业 所以如果你是金与投诚的人 今天这条影片绝对不是给你的 但如果不是的话 我相信我今天的内容会帮到你 在今天这个时刻 全球有43亿人会上网 在未来的10年 会有预计75亿人口会上网 你试想一下 如果这个数据是正确的话 就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行为 和越来越多一些搜索的行为 会透过网上去完成 换言之 如果你自己的工作 又或者你们生意 是和互联网挂勾的话 那你就跟着这个趋势 是得到一个非常大的机会 现在也有很多研究 很多的消费行为 已经是透过网上的完成 特别是一些八九十后 他们大多数也会透过网上 去购买商品 这些粒粒粒的数据 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候 接下来介绍四种方式 给大家 无论你是想出镜 又可以 你是喜欢做幕后的 都可以找到一种适合你的方法 首先第一种方法 就是电子商务 因为电子商务 其实大家看双11 双12都知道有多夸张 其实现在在外国 也有Black Friday的活动 这些活动 其实那个销售额是非常恐怖的 我也没有去查那个数字 但是告诉我们 其实电子商务 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会 现在世界最出名 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 就是Amazon 即是Amazon 因为它现在出了一个服务 是非常之帮助到商家 可以令到他们更便捷 和方便提供他们的服务 叫做Amazon FBA 他们是可以在物流上 帮商家解决了很多烦恼 和重业 令到商家可以在Amazon的排名 提供得更高 Amazon 其实它更加适合的是 一些刚刚开始的朋友 什么意思呢 可能你连频道都没有 你没有一定的订阅 只不过是 纯粹想开始一门 网上的生意 它是非常之适合的 因为它是一个搜索的软件 你可以透过你的 keyword 一些关键字 可以令到你的排名增加 它可以慢慢累積 如果你的 keyword 做得好的话 一些人可能在搜索产品的时候 在Google 已经可以显示到你的 一个产品的一个介绍 可以在Google的前面 可以做到这样的 所以 Amazon 它可以成为 最大的平台 是一个 无可否认的事实 所以它是非常适合 一个开始者 第二种 介绍给大家的方法 就是 叫做shopify 它这种方法 跟Amazon不同 它是比较适合 一些 已经有一定的 粉丝量 或者有一定的 客量 的人去做 因为它是 一个 网店 它是 不会有任何 SEO 或者是 一些search engine 可以做到 就是说 其实你去做的 所有事情 必须是 要由 其他的 平台 去带入 一些人 去看你的网店 我完全想像得到 是 不会有人 突然进入到你的网店 所以 它是 用一个品牌 经营的方式 你可以开一个 运动品牌 又或者是 化妆品牌 你是有一个 主题性的 一个 经营方式 去 经营你的 shopify 网店 很多人可能是 在亚马逊 累积了一定的 粉丝 之后再大 去shopify 其实它们之间 是有合作的 关系 你可以把 亚马逊 的商品 放到shopify 卖 它也可以用到 刚刚所说的 亚马逊 物流的方法 可以 去 去 经营你的 这个网店 所以 如果你是 有一定的粉丝 或者是 一定的顾客 你有一个 本身自己的 社交平台 也有几万人 的话 我可以 告诉你 你可以用shopify 这个方法 还有一种 就是 eBay eBay 可能是 以前 听得多的 一个 网站 但现在 可能 已经被 亚马逊 取代了 它被大家认为 都可以 卖任何东西 但 更加似的是 一些 第二手 或者 是 resell 的一些产品 如果你在 亚马逊 卖 它对于二手的东西 有一定的 着衷 有一些条款 需要 遵守 才可以做到 因为它想监管 它产品的品质 但eBay 基本上 你什么都可以 扔上去 所以 eBay 就更加 是一个 resell 方式 所以 用eCommerce 这个方法 不需要露面 只需要 做好功课 勤力 拍一些 漂亮的照片 就可以做到 eCommerce 的 方法 而且 有些人 它可以一个产品 卖得很夸张 你想像不到 那些产品 只要它卖得红 它就越来越红 所以 你永远不知道 你在做的 哪一件事 会突然爆起来 所以 这也是它 有趣的一个地方 第二点 就是 Affiliate 这种方法 就是 你不需要生产自己的产品 因为有很多公司 现在都可以提供到 有这个计划 去给一些人 去帮他们 卖到公司的产品 你只需要 选择你自己 喜欢不同的产品 放上去 你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跟别人分享 如果有人买的话 有人透过 你一条 Affiliate 有一条 链接是属于你的链接 只要 有人 在你那个链接 买的东西 就会有佣金 去到你的户口 这种方法 前提下 都是一样 例如有 subscriber 所以 如果你是 用这种方式 其实你是 要花 比较长的时间 去累积了 你自己的 social media 无论是YouTube 或是其他平台 的一个subscriber 的一个量 越来越多follower 的时候 你才会 增加到你的sales 这个目标就是增加你的交易 就是这样 在外面的平台 无论是clickban 亚马逊 又或者是eBay 他们都有透过 他们出的一些 Affiliate 去给一些人 用他们的公司服务 从而去赚取佣金 如果你要增加你的交易 首先你要学会 SEO 如何去优化你的网站 你要去开不同的social media 目的就是令到你 有更多人去认识 和知道你去分享的 这个资讯 所以呢 这个是比较长时间 但是它的好处就是 你不需要解释 它的用途 因为它的网站 已经解释完了 你只需要分享 你用后的心得 介绍它的效果 所以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第三种就是 影响力的人 无论是YouTuber 和KOL 这些都是 以我自己为例 我就是做YouTuber 我想透过我的频道 可以拉到一些价值 去让观众 看到我的影片的人 可以成长 有研究显示 60%的人 会透过一个YouTuber 去买一个产品 多过一个电视的明星 所以 这种的经营方式 就是 经营好你自己 即是说 你是把你懂的东西 和你觉得好的东西 把它在这个社交媒体上 在这个社交媒体上 去分享给你的观众 好像YouTube 因为You 所以 人们才会看你 因为YouTube 所以 你要做好的就是 你自己 要做好你平台的品质 令到 观众 信得过你 从而 你产生了一定的 追踪之后 你才可以再去 卖 你所卖的东西 无论是 你想卖 产品 和广告商合作 又或者是 你想给一些 解释给你的观众 可以做一些服务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经营方式 但是 这个影响力就是 要你自己 一步一脚印 慢慢慢慢 去 踏出来 所以 这种就是 经营过人 为主 的一个 资讯类的方式 可能大家都有 看过他的视频 他就是 Vantra 大家知不知道 他自己透露我 他一年是赚几千万的生意 他用了几年的时间 去build up 他在观众面前的信任 从而可以卖自己的知识产品 去做一些活动 所以 他自己去透过四年 不断努力 去给很多不同的啟发 给很多不同的 inspiration 去给到一些观众 去令到他建立了 他自己的信任感 从而 可以令到他今天有这个成就 所以 这个就是他的power 第四点 就是 如果你不想上镜 又有自己的 expertise 你想提供一些服务 给别人的话 那你就可以做自由工作社 即自由工作社 现在网上有一些平台 可以给你去post 一些工作 可以放自己的个人经验 一些客户可以透过他们的网站 去看到你的方法 之后去联络你 去为他们提供服务 那 外国有很多的平台 但是 显然而见的就是 在中文市场 没有很多的这些平台 但是呢 有一些我们都可以用到的平台 就是 比如说是 Upwork 现在也有一个叫做 Upwork香港 是不是 还有一个是 Fiverr 还有一个就是 99design.com 它就是专门去设计 Local 所以如果你是 比如说你懂剪片 你专门去做 你专门去做 市场的服务 又或者你是 对于 市场的工作 是很特别的 又或者是 客户支持 或者是拍照等等 你 有任何的 尊重 你都可以把它 放上去 网上去建立自己的 个人模式 这种方式 可以令到你 可以 work from home 可以有 副业 令到你可以 增加你的收入 还有 如果你做得好 你可以透过 这个变成你的 住收入 之后再慢慢 build up 你自己的公司 再去经营 你自己的 生意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以上 介绍了四种不同的 business model 给大家 大家可以 根据自己的 喜好去选 首先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就是 你一定要有 你的paction 去做 这一件事 因为如果你没有 你的热情 其实你是很难 去 take action 很难去行动 做好 如果你是在想 你是哪一件事 才是适合你的话 你可以想想 究竟你是否 喜欢对镜头 或者是 喜欢做幕后 或者你是 喜欢on job basis 不喜欢被东西 弱促 或者是 你是一个很 committed的人 你可以 持续地 不停地 去铲出一些内容 或者不停去做 一些 posting 一些 marketting 上的东西 你要自己去 去想想 究竟你是属于 哪一类型的人 以下有五条的问题 可以帮助你 去想一想 究竟你 是否适合网上创业 如果五条 哪有四条 你都是yes 的话 我就恭喜你 你适合网上创业 但如果是 下面的话 你就真的要 慎重考虑一下 你是否应该 用这种方式去创业 第一点 就是 你是否愿意100% share 有研究显示 70%到80%的人 会直接去忽略一些 pay的ad 即是一些付费的广告 他们是不会看的 所以你不要幻想 你自己一开始 可以在一个 网上的平台 去跟一个陌生人 去售你的 product 是没有什么可能性的 所以 instead of 去售 你要是100% 大价值 去给你的观众 当你去真正 去想一下 你观众的需要 在哪里 真的告诉他们 帮他们解决到问题的时候 他自然会想 在你身上 拿到更多的答案 但在前提下 一定要介绍一些 你觉得好的东西 给你的客人 也好 观众也好 你选择任何方法 都是一定要有诚实 因为如果不是 他只是 光顾了你 第一次 也不会有第二次 所以 你一定要有一个 很真诚 可以分享的心 这样才会做好 你网上的这一门事业 第二点就是 你愿不愿意去持续性 去行动呢? 因为做网上的 business 任何东西 都需要前期 投入大量的精力 和时间 如果你没有时间 没有action 你也不用想去做 这一件事 如果你连少少时间 都抽不到出来 因为 因果关系 你做得越多 你就越容易 去达到你的结果 你越铺得多内容 或者 带得多价值 去给你的观众 越拍得多的影片 或者是 越铺多一些 产品 的话 你越行动得多 你就自然 愈快收成 所以 一定要 大量的行动 所以 这个 你是yes 还是no 第三点就是 你愿不愿意去投资自己身上 或者这个 business 上 可能你要视乎 你是经营哪一个 类型 但我觉得 投资在自己身上 这个是必须的 在前期 你要花很多 的时间 去学习 我不管 那个是free 也好 付钱也好 你也一定要大量 学习不同 类型的东西 可能本身你不懂 SEO的 你要去学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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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片 你要去学 你要学一些 如何可以带来到你观众 一些很实质的 干货感的 一些资讯 有很多 很多的东西 你是需要学 所以 这是一个 不停的 不会停止 你会学完 只要你一天 一开始了 这个 business 你就是一輩子都要去學 所以你問一問自己 你是一個願意學習的人 你是願意不停去更新自己的知識的人 因為可能今天這個制度適用在現在 但未必下一年這個制度可以適合到 比如說你要學習一些不同的社交平台的經營方式 究竟他怎樣做才可以更加容易得到觀眾更多人看 就算你今天學完之後不代表你之後不需要再回去研究 因為他會不停地改制制度 所以你一定要持續性地更新自己需要的知識 四點就是 你是否一個有耐性的人 你是否一個可以延遲到滿足的人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棉花堂的實驗 這個實驗就是告訴你 一些小朋友被困在一個密室裡 他放了一粒棉花糖放在他的桌子上 如果15分鐘後他沒有吃了這粒棉花糖 教授會給他兩粒棉花糖 研究顯示 15分鐘後吃了兩粒棉花糖的小朋友 他長大了之後 他更加有成就 這個棉花糖實驗大家可以去看看 但是同樣地應用在我們的網絡商業也是 剛剛也說過 就是我們需要前期大量的投入 但是可能完全是零收成 甚至是要你去付出時間和金錢 你願不願意呢 你願不願意去擺耐性 還有你願不願意儲存償 很多今時今日 可能我放了一條影片 要別人馬上Like 我買東西 我不想排隊的 我要看電影 我要馬上看 很多都是即食的資訊 即食的午餐 即食的麵 什麼都是即食 但是作為我們網絡商業 你有什麼堅持滿足的能力呢 第五點就是 這個非常重要 就是 你願不願意去犧牲 去犧牲 你自己一些私人的娛樂時間去經營呢 因為沒有東西是一天可以完成的 所以你要花很多的時間 學習 花很多的時間 去做你的內容 去輸入 去努力 在這個行業上 每個人都想賺錢 但未必每個人願意去犧牲 可能他會選擇 星期六日 在家裡休息一下 平日下班已經這麼累了 去看看電視 但是你是否願意去 複製這些娛樂的人呢 如果你覺得不是的話 其實很真誠的建議 就是 不要開始 因為 這個絕對不是一個 hobby 如果是一個 business 來說的話 所以 你一定要去 有幾個星 一定願意去放棄一些東西 因為人只有24小時 你只可以放低一些東西 你才可以拿著一些東西 如果你是願意去 去犧牲的話 你將會在之後 會得到你想要的回報 如果你五個星期內 全部都是yes 的話 你就要立即開始 因為 上面說的方法 他們是 簡單 但他們一點都不容易 因為我問過你 那五條的問題 就告訴你 它一點都不容易 方法就在了 但是 你願不願意去做 是另一回事 所以如果你是答了五個yes的話 證明你是做出了 這一個行動的選擇 那 希望你就可以透過 今天影片 給你看到一些 的可能性 那我今天呢 就分享到這裡了 那如果 你喜歡我這條影片的話 或者 有一點啟發的話 給我一個like 告訴我 那我們 之後再見